反奴才 反PCR 不要封控 要自由 就在中共二十大习近平拍板顺利连政后 CNN报导在大陆严密的监控气氛下 社院人士只能躲在城市的各地公厕内喷起抗议 抗议标语措辞强硬 还写到要罢免独裁国贼习近平 CNN报导 可以强烈感受到抗议者不满习近平威权统治 以及长时间执行动态清零的防疫政策 类似的口号也出现在伦敦知名景点 和中国驻伦敦大使馆上 另外在二十大期间 微信上也曾出现上海有年轻人走上街头拉布条 疑似深远北京四通桥上的抗议事件 外媒报导的抗议和明月都没有被大陆官方证实 也不见官媒任何报导 坚实要人民爱国爱党的政策持续推进 二十大结束后 香港教育局二十四号向全港学校发出通告 公布二零二三二四选年起 新聘任教师都必须通过基本法 和港版国安法测试的要求和细节 TVBS新闻张志明 李明珍 综合报道